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把那个是否退货标在这边 是否退货 因为这边它是说这个订单ID是退货 所以刚刚那个订单ID会不会是这里面的其中的一笔 如果找到我就把它标 标为什么 标为是退货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 首先一样我们用等于VLOOKUP 然后TAP键 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它这边有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第四个参数 VLOOKUP 第一个 LOOKUP VALUE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LOOKUP VALUE 它就是看 查询 LOOKUP 就是查询 的VALUE 你就把它想成是 你去图书馆 是不是要抬头看 看上面标签 LOOKUP 的VALUE 我现在要查询的是不是这一个值 这个值叫做订单ID VALUE 所以 尤标要选这一个 逗号 接下来我要用 退货3 对不对 那个范围 所以 退货3 记得 真的 当你打退货 这边 你就可以上下去选 TAB键 好 逗号 然后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选择 4 就是 那一栏 就是在第二栏 这个 INDEX COLUM INDEX NUMBER 就是我要选哪一栏 我要选第二栏 你没有必要刻意再放那个订单ID 好 逗号 然后 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 RANGE LOOKUP RANGE LOOKUP 就是去设定说 它到底是一模一样 还是 大约一样 那我通常我都是要去找订单ID 完全相符合 好 点选到 FAIL FALSE 对不起 FALSE 好 TAB键 右刮骨 Enter 请问一下 这些 N A 就代表说 它找不到 因为找不到 然后就会产生错误 那 这个错误 它叫 N 斜线A 好 我通常 我通常 我喜欢 再去 教一个 很重要 很重要的 那个 公式检验器 所以我觉得我先教这个评估值公式 好 你方便以后 我们再 也许你会问我问题 我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错 错在什么地方 这个评估值公式会告诉我们 好 请点评估值公式 那 接下来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是我刚刚打的公式 好 然后接下来 它就一个一个来去 搜寻 呈现给我看 当我点这个评估值 点下去 就等一下这边会换 好 点下去 你看 它变成说 它这一格所对应到的是那个订单 叫做IN2020 063 178 这一笔订单 然后评估值 点一下 它就会告诉我说 我现在 那个 是不是用退货3 退货3所指的那个 Table 那个范围呢 是指退货A2到B787 17 好 请注意哦 然后接下来 评估值 点下去 他就说 他就说 这个 紧N 斜线A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 他是不是要 如果找到 他就要呈现第二笔 第二栏的那个4 对不对 就是刚刚退货那边 不是有两栏 一栏是订单ID 一栏是4 结果现在呢 这个评估值 出现什么 紧N斜线A 这代表 找不到 找不到 他就不知道 要呈现什么 好 这样可以了解 评估值公式 很重要 好了 所以通常我会 再做一个修改 我会把那些找不到的 用空值呈现 所以再加写 加写 写什么呢 A for error 我会透过 用A for error 来去加写 就是说 A for error 就是如果找到 他当然就找到 如果找不到 他就放空值 所以 A for error TAG 好 这边是Value 好 就是找到的时候 那找不到呢 2撇2撇 又挖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放说 找不到的时候 可以吗 这边是放找得到 这边是放找不到 所以 A for error 真的很好用 Enter 好了 这边 这边这个蓝1 我就要改成 叫做什么 退货 好 Enter 好 就提问给你们参考 我现在我要特别特别介绍 真的 两个AI很棒的工具 所以我重新打开 这个范片 来跟你分享 第一个功能 好 我重新打开 刚刚这个超级市场 好 介绍两个 我真的太非常爱的 Easeer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 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 滑鼠右键 我先插入 请问 我假设 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 2019年 我告诉你 2019 Enter 点到它 对不起 这蓝 我全部都要改成什么 改成一般 好 2019 然后 接下来 到这个全部 好 整个剧作 常用 我说常用 真的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功能 你一定全部都要会 快速舔入 点它 全部都帮我们算出来了 2019 2019 2019 你看 2020 2017 帅不算 例如说 滑鼠右键插入 我在做 我取27828 27828 Enter 好 我把它改成通用 一般 好 然后选这一格 到最下面 到最下面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一样常用底下 填满底下的快速填入 你看 这个是27828 没有问题 这边 6317829 067 这个应该叫做 假设ID 然后接下来 订单日期 假设这叫做 年 好了 我接下来 我想要再做一件 一个很棒的功能 例如说 我想区分为 那个地区 就是周别 周别 所以呢 我先把这个地区别 我先排序 排序 我想要去算 各地区别的加总 所以我要特别教 那个合并绘算 好 合并绘算是这样做 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做排序 怎么做排序 好 常用底下 排序 A到Z 就是相同名称排序在一起 接下来 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游标放在你要放资料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一点 资料合并绘算 好 假设我今天我要算的参考的位置 来去找一下 我要从地区开始找 销售额加总起来 好了 全部 全部 这样卷很慢 拉到最下面 点到它 去口键按住 点到它 好 回去 新增 然后 因为我要最左蓝 最左蓝 就是 只要是大洋洲 全部都把它加在一起 还有顶端 顶端 好 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上就算出来说 大洋洲是这个数值 中亚是这个数值 北亚是这个数值 基本上 我们现在 就是要来去分析这个利润 利润这件事 那 首先第一 就是我想要告诉老板说 各年的利润表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要做数据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点选 插入底下数秒分析表 然后 它会依照我刚刚游标所在的位置 它是哪一个表格 自己扩张来去定义 所以这件事我想一下没有问题 所以就点选什么 易设的订单2 订单2 这也是我们刚刚曾经定义过的 订单2 点选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 就是有很多的栏位名称 它的操作方式很简单 就是透过我要分析各年的利润统计分析 所以首先你要先找各年 请问一下 这里面订单日期才有年吗 还有我自己是不是也定义了一个年 对不对 好 假设我现在我用的是订单日期 接下来我去勾选利润 利润拿下来一点点利润 就是我要做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各年 年它在订单日期里有 所以我就勾订单日期 这是绝对合逻辑的 然后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在勾选的利润 接下来下一件事情 你就要勾选枢纽分析图 一般来说 它原最建议的图就是我们最平凡使用的 举例来说我们就勾选这个直条图 确定 从这张直条图里面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利润的呈现 2017年到2018年它有很小幅的上升 2019年大幅的成长 然后接下来2019到2020 这之间大概又再升了2万吧 千万2万没错 12万变到14万 又增加了2万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这个只是笼统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希望来去做一些改变 举例来说这是各年的利润分析 所以我就工作表名称我就先打各年利润 因为都是统计分析 所以我就四个字又不打 我就只打各年利润 所以我们从各年利润这边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件事 分析底下这个资料表 对 这边又有一个小小的事情 要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点到枢纽分析表 这叫枢纽分析图 当我点到枢纽分析表 这里是不是有分析跟设计 当我点到枢纽分析图 还有分析设计 再多了一个格式 因为它是图嘛 好 那其实分析跟设计都差不多 两边的分析跟设计都差不多 例如说在枢纽分析表的分析 然后你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希望它呈现的是年跟季 年跟季 好 所以你游标要选到这个 这个列标签 然后你可以点选群组选项 然后选年跟季 就是把月给关掉 那什么叫有选到 什么叫没选到 有选到就是指年 好 那这个季是有选到 然后点选确定 所以我们这样可以去看那个连续性 那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件事 这个群组的概念 甚至我们可能可以去改成 各月就是那个1到12月 好 那就是把季给关掉 然后打开月 来去看它的一段连续性 所以你就会发现 7月很糟糕 7月奇怪了 这个大洋洲 中亚南亚北亚 7月为什么特别低 对不对 好那通常 为什么会这样讲 它很奇怪 是因为说它的前一个月跟后一个月的利润都还蛮高的 可是为什么直接到7月 它就降回来跟1月差不多 好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分析的事情 那7月 国力7月啊 对不对 好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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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